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一同来盼望 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句再读一遍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再翻读马口福音十二章 三十节 马口福音十二章三十节 一同来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尽你的爱主你的神 三十一节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两条 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去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只有一个盼望 一个迫切的祷告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 使得我们何等需要圣灵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 常或高深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的爱 使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爱力 并且爱人如己 使我们看你的仆人奥古斯丁一生宙色完全的爱你 被你的爱所激励 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仆人生命的建筑 效法他的建筑 也能够尽心的爱神 爱人 听我们同学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不晓得当大家想到奥古斯丁的时候 你会想到这是什么 忏悔录读得怎么样 有没有为自己忏悔了 读完了举手一下 还是还没开始读的 忏悔录读得怎么样 有一两个举手 我们剩下几个礼拜了 要快点读了 应该今天能够读完是最好的 因为讲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这本书太棒太棒了 今天在天主教里面 多少的神父修女 还是常常在读这本书 好 所以想到奥古斯丁 想到忏悔录 还想到什么 从教会历史的角度 对奥古斯丁有些什么的评价 他是什么 最伟大的一个教父 因为他深深影响了后来 一千多年的教会 特别影响了两个重要的人 一个就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的恩典论 基本上就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的福星 一切都是恩典 连得救的信心也是神的礼物跟恩典 这句话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 在奥古斯丁的作品里面早就讲到 他叫做 现在神的恩典论 你没有决志之前 神就在你生命当中 先动功 先施恩 让你有这个信心的能力 来靠近神 不但影响了马丁路德 这个恩典神学的改教 因信称义 也影响了第二代的改教家 加尔文 因为奥古斯丁是第一个写书 讲得很清楚 神的预定跟拣选 这个真理在我们肉体当中不喜欢听的 我们觉得是人定胜天 就如同我们当年没有信主之前 说不需要靠行为 不需要靠三公 就可以得救 我们推不进去的 你懂吗 然后当你信的主之后 别人再跟你 连你得救的信心 都是神所施的 是神的拣选 所以神在你里面动功 我们也开始听不进去了 我们的肉体 不接受的 但是说奥古斯丁 第一个写书 Predestination 预定论 把以赴所书第一章 神的拣选预定 罗马书的第九章 第八章 讲到神的拣选预定 写得清清楚楚 是奥古斯丁第一个写预定论 也是他第一个完整的写了三维一体这本书 把三维一体的真理 讲得清楚深入 用了很多的例子说明 特别将来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 他是把这个三维一体的合一性 讲得最清楚的 假如你用图案的表达 只是表达 不是这个正体 父子圣灵是并存的 但是又是独立的位格的 是mutual 他是第二用 mutual entrading 彼此内住的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不能分的 他把这个一体的真理 讲得最清楚 否则很容易就变成三绳论 懂吗 trithism 不是三绳 是一个神的本体 one being god 但是却里面有个非常丰富的 三个独立的位格并存 是奥古斯丁把这个真理 讲得最清楚 所以上网好好读他这本书 Trinity 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下 奥古斯丁的背景 首先注意他的年代 他是哪年出生的 三五四到四三零 然后387受洗 这等于是几岁 33岁了 才受洗 然后391年被安立做神父 430年 430年就过去了 其实他侍奉主只有多少年 看到吗 其实很短 才39年 哇 但是他这39年 他真的是全然的爱耶稣 全然的爱教会 专心祈祷传道 没有信主之前 是个花花公子 pray boy 多少情妇 多少女朋友 吃圣子 任气八糟 但是你看他忏悔 confession忏悔 信了耶稣之后 甚至他的情妇 在外面对着他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 你怎么不来找我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找谁 奥古斯丁 他死了 以前那个奥古斯丁死了 你不要再找我 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 罪身灭绝 过去犯罪的事情 完全跟我断绝了 我这个死的人 对这些罪恶情欲的迷惑 没有反应 他真的是活着 就是为耶稣 在复活的形象上 与主一同复活 完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他在短短39年里面 没有换过教会 都在Hippo这个地方 专心牧养教会 专心讲道 面对各样的异端极端 专心写作 来施责各样的错误 在他当时有几个重大的异端 第一个大的异端 记得吗 柏拉旧主义 看看我们的讲 一看到吗 这下面柏拉旧主义 人完全的 没有信主之前 不是传染败坏的 人有自己完全熟灵的能力 自由的意志 选择 信耶稣 有能力行善 耶稣只是个感召 让他愿意用自己的能力 好好的行善 用行善而得救 柏拉旧主义 奥古斯丁 写了很多的资料 来指出柏拉旧主义的错误跟异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看看讲义 Donatism 什么叫Donatism 就是一批分裂教会的人 因为当时原来大公教会里面 有些的主教或者神父 因为受逼迫的时候 他们跌倒了 结果 逼迫过去之后 他们回到教会 经过一些的程序 又被接纳 又在教会里面侍奉了 然后这些 教会的领袖跟弟兄姊妹都觉得 他曾经跌倒过 这些主教 他们的胜利 没有效 我们不要接受他的洗礼 我们要出去 他们不走 我们走 分裂教会 但是奥古斯丁说 不是人本身 有胜利的能力 来自胜利本身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是神的能力 让这个胜利 有能力 有恩典 不应该人的问题 在那边正闹 所以他就写了很多的资料 指责这个Donatism的错误 那我问大家 一想到奥古斯丁 想到什么呢 不是单单他的贡献 我是让你们想想 奥古斯丁 我们大家都以为 他是个白人 因为大家都想 哇神学家都是欧洲教会白人的 我告诉你 他是个正正实实的正宗的黑人 我们都吵不起黑人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的父母都是有这个非洲人 Berber的血统 我们再看看他生长在什么地方 他是生在在今天的Algeria Algeria翻译中文就是Algeria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看看地图 就在这个地方 对在开罗 加拉太这一块Algeria 现在 记住 加拉 加太基 Cothage 是当时 罗马帝国 罗马政府 第一个去到非洲的 一个殖民地的城邦 所以有浓厚的 罗马的文化 那么 奥古斯丁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罗马文化思想的地方成长的 他是去加太基学修持学的 学文学的 所以他对拉丁文 希腊文 这些文学作品精通的不得了 他是专门供举 修持学 怎么写文章 怎么做文学 等于是读文学的 那么 这个地方你看看 就是这个地方了 Algeria 加太基 在他的 这个地方附近 这个上角 这个附近 你看到 加太基 跟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城还要在他东边一点点 这个亚历山大城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算教的地点 这是现在的Algeria的City Hall 那这些 非洲黑人 他们Berber 是在全世界踢足球 最厉害的 他们 就是在这个地方出来的 Berber Berber 很会踢足球的 这些人 我想我们中国的球队应该去请他们 很厉害的 看看这些站都看到 Algeria的颜色了 黑的 不是白的 不是全黑 没有太黑 没有太黑 因为他靠近埃及的 靠近凯罗的 那你注意 这些人 做王的 等于说他做王之后 基督教被国教化之后 奥古斯丁之后十九年才出生 所以奥古斯丁就处在一个宗教合一 非常和平的一个环境 唯一他面对的那个灾难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这个 410年 这个 这个听不清楚 这个字好像 哎呀 黄色不清楚 当然这里好像 蓝色看到 410很重要 在410 就是蛮族 Visa God 侵略了 罗马城 洗劫一空 这个灾难 唯一是奥古斯丁 有生之年 他面对的 而当罗马城 沦陷之后 才会有很多争论 为什么 神会准许 罗马城 沦陷 很多不信主的人 就责怪基督徒 你看原来好好的 拜多神 没事 现在你们拜独一真神 你看 神都不保护 我们原来的神都不保护了 所以罗马城就沦陷了 在基督徒 特别奥古斯丁 为这个事情 他站起来说话 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善地之城》 City of God 从树林征战的角度 从 《善地之城》 跟《魔鬼之城》 写两个地上的 不信跟信之人 之间的这种征战 是这种 树林征战的一个结果 甚至他在这本书里面 也讲到 许多的患难 苦难 是为了练进神的教会 所以不能说苦难 一定就是一个惩罚 所以 这本书 有机会好好去看 是第一本 从树林征战的角度 神的国 跟人的国 仇敌的国 之间的一个对立 整个的人类历史 基本上就是 这两个国的对立 撒旦的国 跟神的国 两个的对立 跟征战 那么这个军事坦丁王呢 他 他在306年 就做了CISER 那么 他做了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上面写了 三一三看到吗 这个 米兰的御令 Edith米兰 透过这个的皇帝的命令 让基督教 可以成为 一个合法的信仰跟宗教 从此 不是受逼迫了 不单是不逼迫基督教 而且 军事坦丁大力的 要辅助基督教的发展 他希望他整个的国度 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 叫做Christendom 这个国家 不是Kingdom 是Kristendom 这个字就是 这个国教 成为国教 Kristendom 我要查一下 这里好像有点 misspellent 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度 他的目的 所以帮助教会建立大教堂 然后教育分裂 纷争 他就主领什么 325年的尼西亚大会 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些教育的主教 一起来开会 你们的纷争 我来主领 把这个纷争 摆平 因为教育纷争 国家的什么 不安稳 所以 撒旦没有办法用逼迫 南主基督教的发展 反而300年的逼迫 让教会 遍布整个罗马帝国 所以 撒旦都用 硬的不能 我就用软的 要钱 给你钱 要权 给你权 要教堂 给你教堂 什么都给你 但是呢 君子坦丁 是教王 你看 尼西亚大会是他主领的 他是可以控制 每一个教堂 大教堂的 几些主教的 圣教合一开始 然后 受洗证 等于公民证 你不受洗 成为基督徒 不给你公民证 他希望整个帝国里面 每一个都是基督徒 败坏教会 很多人根本 没有从政得救 教会变成是一个政治机构 要来得好处的 吃饼得饱的是分权的 所以 从君子坦丁 把政教合一之后 从第五世纪 整个教会 怎么 一直走下坡 就所谓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政教合一 政教彼此之间的斗争 有时候是君王要管 教会 有时候是教王要管君王 都来都去 都了一千多年 所以 带来各样的败坏 权力的纷争 教义的败坏 为了钱 发行赦罪券 不讲阴性生意 你买多少赦罪券 你的罪就赦免多少 才产生马丁路德的改革因果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 奥古斯丁是处在一个 政教合一 和平的环境 那 我就秘书把 我这本书呢 拿上来 为什么 因为 里面有好几篇文章呢 假如你们 有几位同学你们买了吗 这本书 大概有几位买了 还没有买的 鼓励你们买 因为里面 我们曾经讲过的 俄里根 伊格拉修 现在第三篇 奥古斯丁 以后再讲的 罗伦斯弟兄 等等 那 在结本书里面有 还有一些 关于 犹太教的错误 吉典恩典论 那么 你记得你们在去年 冤心的时候买是多少钱 十块 十块还是十五 十五块 那是为了帮助奉献神学院的 今天买 是学生的头会价 当讲义 公本费 还有少一点 五块钱 鼓励大家 每个人拿一本 多拿一本也可以 算奖义费 等于算 这个等于算奖义费了 OK 就是鼓励同学 每个人都拿一本 最少 所以 然后呢 看看把钱 把钱交给这个金明 拿一本两本都可以 只要是我们的学生 都是五块钱 我们公本费 还要亏一点点 对对 像奖义费 还有还有 还有 你要多买一本也可以 只有我们的学生是这个 等于说是 半买半送了 鼓励大家 要看 也可以可以 等一下下课我来签 我们下课在哪吗 不要急 我们在先听课 很重要 那我们 了解了整个大时代的背景 也了解 这样一个非洲的黑人 从小受到罗马文化的 熏陶教育 所以千万不要骗见 以为非洲人 黑人都是笨笨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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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他的教育 奥古斯丁从小 带他母亲 原来 基督教的熏陶 他的母亲 莫尼克 马上母亲姐快到了 很多教会一定 常常会讲到 这个莫尼克的建筑 奥古斯丁的母亲 是非常虔诚的基督 从小有带奥古斯丁去教会 但是到年轻的时候 他就离家了 他就去加台基 学修食学了 然后就去米兰 去做教授了 就离开了母亲的信仰 但是他的母亲 从来没有放弃过 为他唯一的儿子祷告 真的祷告了33年 你今天为孩子祷告多少年 他为孩子祷告33年 从来没有见过 常常流泪的祷告 33年后 奥古斯丁终于在安波罗修主教 在米兰受写了 因为他在米兰去教学 我上礼拜不是讲过吗 安波罗修的讲道 修持也是什么 一级半的 他们是等于是同行 都是研究文学 修持学的 所以奥古斯丁是为了听修持学 去听安波罗修讲道 就慢慢神的话进来了 就有一天 他在后花园散步 然后在他的房间旁边 放了一本大圣经 他们研究圣经 是当一个文学作品的 结果当天 他在三部的时候 很清楚听到一个声音 是用拉丁文说的 等一下你也看到这个拉丁文 就是翻成英文 就是take and read it take and read it 一个是一种孩童天使的声音 很清楚地跟他说 要拿开这本圣经 要读 拿开读 结果他就 顺服 就把圣经 就是这样随意打开 结果一打开 就是哪里呢 我们看看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 那么厚的一本圣经 不像我们现在比较薄 那就是很厚的一本圣经 他一打开 罗马书十三章 十二节 到十四节 截断经文就 显在他的眼前 他就读截断经文 我们一同来读 十二节 黑夜已深 不可方言 醉酒 不可好色 邪荡 不可增进基督 总要佩戴 主耶稣基督 不可为肉体 安排去 发 他自己见证 当然读到 几段经文就说 好像神的话 如同箭一样 试到他的内心里面 把他黑暗的光景 完全 披露 他当时的光景 就是圣经所说的 他 取得暗昧的行为 他放眼 醉酒 好色 邪荡 按着肉体安排 放纵私欲 每一句话 打中他的内心 他就 跪在那边 打高 求人生 他要佩戴去 他不要再过那种犯罪的生活 然后 那个暑假 他就 请了安博罗修 为他做受洗 一受洗之后 387年 福和节 他受洗 很快福和节 到了 很多教会都有受洗 然后 四年后 他就回到 北非的 Hippo Hippo就在 他出生的地方 不远 在迦太基 西边大概200里左右 20里左右 不是200里 20里左右 不远的地方 回到他的家乡 就是传福音 看文教育 被案例为神父 改一下 不是教父 那个是神父 Prize 改一下里面的讲义 要395年 就成为主教 忠心侍奉主 35年做主教 一直到他死 那你看到这个图 the central panel 是奥古斯林在讲道 中间这一片 左边 the central panel appeared to 特别 Ordination的 Pizza 他是被案例 中间这个是 特别案例做主教 左边是奥古斯林 在讲道 右边那一片 假如图片 清楚一点 放大一点 是奥古斯林 举起三只手指 在讲论三维一体的真理 然后呢 你看到旁边 有一个孩童 这个画 有一个孩童 在海边 这个小沙滩 在挖一个洞 那么 奥古斯林 问这个孩童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要挖一个洞 好像在海水 灌到这个洞里面 这个 阿古斯林说 怎么可能 那这个小孩就说 那你讲三维一体 怎么可能 我们人的小脑袋 能够明白 那么伟大三维一体的神 所以这个小孩太聪明了 所以 不要小看这个小孩 这是奥古斯林在讲到联老的时候 你看到 奥古斯林一边在写作 他把他的心 对吗 献给神的 他说 真的是为了爱神 来做每一件事情 他存留下来的 总共他有113本书 表示写了更多的 所以你要 小巴奥古斯林 抓到一个终点 他一生就是 真的是爱神 爱神爱神 等下我们读他的资料 从参论会录里面 都看到他生命的见证 他真的是 爱耶稣爱到 真的是发狂的 像保罗一样的 他一生爱神 一生忠心的 在他的岗位 39年没有变动 从神父做到主教 然后就是 专心传道 专心 有吗 写书 不是为了写书也写书 其实很多人为了出名而写书的 写一大堆书 我真的很怕 这书法好的意思 什么书都有 很多人是为了写书也写书的 为了出名 但是奥古斯林不是 他写的书都是 针对当时弟兄姊妹教会的难处跟问题 所以他被逼要写 他一生传道 写书 读书 你要奥古斯林这样的贡献吗 你要做这三件事情 一生专心的爱神 传道 读书 写书 所以到现在留下来的 还有他所写的书 113本 大部分这些书 你上CCEL还是可以读到的 记得这个网站吗 英文好的 请你们去多读 还留了800篇的奖章 Sermon 哇他的讲道太精彩了 在你们的讲义里面 我列了一两个翻译成英文的 我们有时间就会读一点点 然后他写了 还存留了250封书信 可能他写了上千的书信 现在留下来还有250封 你都看到他真的是爱弟兄姊妹 爱教会 任何人有什么询问 他就回信 关于信仰的问题 不是他故意要多写的 真的有这个需要 比如说他要去回应 圣经是怎么说的 神的书意是什么 他不能不写 所以解释奥古斯丁 那么奥古斯丁 我们看我们的讲义 他为什么不接受他母亲 从小带领他的基督教 看到讲义吗 或许我们过去也知道了 为什么他没办法接受基督教 因为奥古斯丁太聪明了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 一个真实的例子吗 苹果的创办人 Steve Joe 他小的时候小学 拿了一个地理杂志 来教会 问那个路德会的牧师 Steve Joe从小的时候 去教会的 他都问牧师说 牧师你看这个地理杂志的封面 在非洲结群小孩 饿得肚子都肿起来了 很多死在旁边 苍蝇爬在他尸体 牧师啊 神知不知道这些事情 多可爱 多出名啊 这个Steve 这个牧师回答错了 这个牧师 就用一个教义的传统的方式 跟一个小孩对话 神当然知道 神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是讲教义 但是你这样一讲 这个小孩被犯了 神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为什么神不做点事情 让这种的苦难 临到那么可怜的小孩 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奥古斯丁 年轻的时候 最难最难解答的问题 假如按照基督教圣经所讲的这位神 又是全知 全能 全爱 假如神不是全能 我得摇离一马 神很有爱心 要同情这些人 要纠结这些人 但他不是全能 所以我不能怪他 但是你基督教又说神是全能的 但是神却不做任何事情 要纠结这些苦难 临到那么多的人 饿死的 灾难 风灾 雨灾 地震 在各样的灾难当中 为什么神不做点事 又是慈爱 又是全能 奥古斯丁 没办法解答 所以基督教的这位神 我没办法解释 假如再读到旧约很多的经文 神让 以色列人 连迦南人的婴孩都要杀 太残忍了吧 这个神 我没办法解释 头脑通不过 假如你是奥古斯丁 你是Steve 你通过吗 所以从此Steve不许教会 无神论 很有钱 到死的时候还不要信耶稣 他胰脏癌 没得医的 但是我告诉你 我认识一个长老 他的病跟Steve一模一样 也是胰脏 出了问题 但神救了他 有神机 现在他全世界去布道 但是很可惜 将来我们传道也很小心 特别对孩童 他们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很有智慧 不要随便把一个教义搬出来 搬到他 假如同样 Steve来问我 我真的要恐惧战兢 可能抱着他 先一种哀哭吧 我想天父一定知道 天父也一定会在大海里留言 耶稣在十字架上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懂吗 不要讲一个抽象的神 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神 当然知道 这种抽象的思维 最麻烦 讲具体的 天父也流泪 耶稣在十字架上 也流泪 耶稣在十字架上 就是知道我们的苦难 所以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苦难 为我们的罪 神也为我们一同的受苦 或许从这个角度切入去 Steve可能会比较 不会被绊倒 不能讲一个抽象的神 当然神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这种哲学的理论 很危险 奥古斯丁就是从哲学的角度 从他的观察 发现这样一位 无所不能 全知又所谓存爱的神 为什么这个世界 有那么多的苦难 而且往往受苦难 是一些无辜的人 无辜的孩子 他没办法理解 所以 他反而呢 接受了当时的 叫做摩尼教 看一下想念 摩尼教的教义是什么呢 很简单 二神论 就把奥古斯丁 理性上的难处 这个罪的来源 苦难的来源 给他很简单的解答 所有的罪恶的来源 苦难的事情 不是 从 善神来的 从恶神 宇宙有两个神 所有的人类的痛苦 包括在旧约圣经 所描写的这个 那么残忍的耶和华 都属于恶神 灭尽 所有的家园人 但是 除了这个二神 有三神 整个的 宇宙历史 就是几两个 三神和二神的 一个的斗争 所以 奥古斯丁 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理论 容易解释 对言论 但是 他的生命 他的头脑 得到了满足 解答了一些难题 但是 他的生活是 论去八糟 这个信仰 不带给他 任何生命的改变 生活还是放纵情欲败坏 直到他 听了福音 受洗 归入基督 整个生命 完全的被改变 就一生 传福音 牧羊将会 直到他死 那么刚才讲到 他不但影响了 马丁路德的恩典论 音信称义 更影响了 加尔文 后来归纳了 奥古斯丁的预定论 发展了五大定律 看一下我们讲义 我们不花太多时间了 只是简单的介绍 从人的传染败坏 你发现 这个total deparity 就是奥古斯丁的本行 因为他发了好多时间 为了指出 波拉旧主义的错误 因为波拉旧主义 就是完全认为人 没有被罪 污染败坏 人有完全的善性 赎典的能力 可以靠自己来认识神 然后跟随耶稣的好榜样 完全有能力 活出善行 善功而得救 但是奥古斯丁说 不对 人多了之后 他的灵性跟善性 两方面都传染败坏的 人自己绝对没有办法 用他的自由意志 来就近这个光 若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 若不是圣灵现在里面做光照 感动 拨下那个生命的能力跟种子 你绝对看不见神的果 别人跟你讲得嘴巴烂 你都看不见 听不懂 原因在以赴手书 我们翻到以赴手书第四章 我只讲一句话 第四章 十八节 也是对人的灵性善性的败坏 最重要的一句话 好 一同来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的所思的生命隔绝 都因为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上进 做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味 注意 这个心地是指导熟灵的智慧 他们绝对没有这种熟灵的智慧 nose 能够去认识神 而且这个熟灵的智慧是昏昧的 与神的生命是隔绝的 没有办法可以认识这位圣洁的神人 所以古斯丁 他非常坚定的 讲到人的total deparity 假如你肯定了这个第一点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拣选神 认识神 第二个问题来了 怎么会有人回忆耶稣呢 你看到了吗 大家都死在过患罪恶里面 天下乌鸦 一般黑 怎么会跑出一个白乌鸦出来呢 怎么会有人信呢 有人会得救呢 所以 奥古斯丁自然的推论 这些人所以信 是因为神在创世一切 拣选了他们 要神在他们心里面 动了善功 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跟十三节 否则绝对全世界不可能有一个人 会自愿的出黑暗 走得出撒旦的 魔掌的 走不出来的 绝对没有一个人走得出来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跟十三 四二十三一章来 写的人不是从学习上的 不是从情欲上的 我们漏了十二节 从十二节开始说 烦 注意前面 明明讲到 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缺什么 不接受光 然后来到世界 大家不接待 不认识 但是为什么到了十二节 居然有人接待 不是前后矛盾吗 所以神马上的解释 不是前后矛盾 按照人黑暗的本性 是不可能接受光的 不可能究竟光的 这些十二节会接待耶稣的人 十三节解释 不是从什么 不是从仁义上的 不是从情欲上的 来自从什么 从神上的 到了第三章 都解释 怎么从神上 这圣灵 这就是神的福音 神的道 把这个生命 从神的种子 拨在你里面 你再可以怎么 看一眼 开始能够看到十字架的真实 看到耶稣救赎的真实 你才会愿意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接待耶稣 看到了吗 所以 所有的人 都在黑暗里面 不会接受光的 心地昏昧 与神的生命隔绝 他们所以能够信主 接受主 是因为神的拣选 然后神在他所拣选的 儿女的心里面 动工 做光照重生感度的工作 那这个真理呢 一般的福音派教会是不讲的 因为我们都喜欢 以人作忠心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 是人拣选神 我们听神拣选我们 我们听起来都不爽 人的骄傲 从要靠 美德 善功 得救 到 要人拣选神 都是以什么 人作忠心 所以我们听不进去的 所以我记得我在华盛 读了三年 我听不进去的 下课我们同学就辩论了 那时候 黄颖航老师 Vasminster毕业的 周公和老师 也是Vasminster毕业的 都是教导解放名的 但我们听不进去 因为我们习惯以人作忠心 觉得是Val 选择了耶稣 其实奥古斯丁说 在你能选择之前 神在你身上 有一个叫做 现在神恩 Premium Grace 神现在里面动工 光照重生 你才有这种能力 可以看见耶稣的十字架 圣灵把耶稣的十字架 活化在你里面的 Amen 你不需要证明的 你给我证明吗 你看过十字架吗 你去过耶路撒冷 看过十字架吗 感谢神 几年前终于去到以色列 看到那个空坟墓 但是你看之前 你就信 不是看到空坟墓 你才信 懂吗 你假如不信的话 你也怀疑 这个空坟墓 会不会是一个 历史上的设计 耶稣真的装在这个坟墓吗 有谁能够证明呢 懂吗 你用推理的话 很难的 但是是圣灵 把耶稣的十字架 活化在你心里 让你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得救 你们 创世以前 所以以赴所说 第一章讲得很清楚 创世以前 神就捡起来 在你受洗之前 在你觉知之前 圣灵 早就先 接着神的话 在你里面 动工 拨加那个生命的种子 太有意思了 好好去研究七种神学 约翰福音第三章 讲重生这个字 是 耶稣是用 母亲生孩子 同一个字 你想想看 那一个妇人 她能够把孩子 生出来 这个孩子 怀胎几个月啊 都忘了 十个月啊 怀胎十月 都忘了 要我们姐妹才知道 其实 在怀胎十月 她丢的之前 就已经在怀孕的时候 就有生命了 懂吗 到她生出来的时候 哇 会叫 到那个基督徒 能够口里承认 开口说 耶稣 我要接待你做我救主 其实在她之前 已经怎么 圣灵已经把一个生命的能力 在某一个moment 圣灵已经动工了 把那个生命的种子 放在你的里面 然后慢慢 可能有些人三个月 有些人是一个月 有些人五个月 有些人真的是 丢队 十个月 她心里上心 扣你成功了 但是绝对 不是在她 承认主 那个时候 圣灵才动工 之前 圣灵已经把重生生命的种子 放在她里面 所以 奥古斯丁 他自己 亲身的经历 不是他 故意在寻找神 是神在寻找他 假如神 不接着天使跟他说话 他也不可能打开这个圣灵 而且打开也不会那么巧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 十二节 同时圣灵又光照感动 哇 他哭啊 畏罪畏议 自己责备自己 他发现不是他 是神的感动 所以他反正看到 不是人的主动 乃是神的主动 一直在预备他 一直在寻找他 所以他 能够回应 保罗所经历的 保罗去大马斯 去听布道会吗 不是啊 他是去那边逼迫基督徒的 该死的应该是他 神不神会拯救他 所以保罗没办法解释 就是神的联名 神的拣选 他不是去木道 他是要去逼迫基督徒的 神却向他显现 假如不是从神的拣选 没办法解释 所以他说 从母父神就拣选 所以阿古斯丁 只是把保罗所经历的 在罗马书所写的 在以赋所书所写的 重新来具体的去表达 写了这个预定论的书 然后也影响了这个 加尔文 带下今天的改革中的教会 Reform Church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改革中教会 太过保守了 反圣灵的恩赐 对他们的圣灵论比较弱 但是当你们这样来研究历史神学 你就知道有时代背景的 有原因的 因为天主教里面太多神迹了 乱七八糟 等一下圣母显灵了 有圣母的眼泪啊 拜圣谷啊 有得意志了 天主教太多奇奇怪怪的神迹 然后说 你看 神迹证明神与我们同在 然后加尔文说 No 其实是鬼神迹 圣灵早就在使徒时代之后 不信神迹了 是为了吵架 提出了这个圣灵恩赐停止论 懂吗 否则他吵不赢天主教 你懂吗 天主教真的太多奇奇怪怪的神迹了 但是改革中的教会 除了圣灵论比较弱 他的神论跟救恩论 人论 是最合乎圣经的 好好去研究圣经 你都发现 奥古斯丁 所讲的 加尔文所提出的 五定律 救恩论 神论 是最正确的圣经的解释 好 那我们现在 下课还有几分钟 已经超时间了 快点 下去一下 好 一分钟好 我们都 好像一分钟先下去吧 我们休息五分钟 快点上来 奥古斯丁要讲的东西太多 刚才只是引言而已